也可以嘛 也可以 那如果你喜歡一點醬汁的 比如說你自己可以調和風醬 我實在臨上去也沒關係 其實它的邊緩還蠻多的 那我們在家裡就可以試試看 那今天非常感謝 也謝謝這個詠琦師兄 來介紹這個四師如一卷 看起來其實流程都簡單 慢慢地去揣摩 希望各位菩薩有空 一定要來做做看喔 謝謝 四師如一卷 食材有海苔、果皮、菠菜、黑木耳、金針菇、紅蘿蔔、筍絲 調味料有鮮菇粉、胡椒、芹菜末、橄欖油、鹽、七味粉 做法 1.先將菠菜根部朝下放入滾水中穿燙5-6秒 撈起瀝乾備用 2.將洗過至金針菇、波絲、紅蘿蔔去皮切絲備用 3.熱鍋後再加入 3.熱鍋後再加油 放入少許芹菜和水爆香之後加入金針菇拌炒 再加入筍絲、黑木耳和紅蘿蔔絲 炒至完全軟化 4.加入鹽及菇粉各一瓶汁 炒至均勻燒厚冷 5.將果皮攤平 鋪上海苔 放上菠菜和炒鍋之食材 由外而內捲起來 切斷即可使用 3.香菇 接下來要為所有的好朋友 我們師兄姐來示範另一道 非常好的菜餃 叫做鮮菇如一捲 弄很多的菇類的捲在裡面 那我們來介紹我們今天的食材 首先有三種菇 這是香菇、乾香菇、四香菇 沒關係可以 這是白苓菇 這是柳松菇 那旁邊是搭顏色的紅蘿蔔 那旁邊圍盤的這個綠色的是我們的青江菜 那這個是金采竹 那這個是很特別的叫做豆皮 豆皮一般在南北國都可以買得到 那回來它很乾的回來再浸泡一下 那這個碧玉筍這幾項 我們來把它做出一個很棒的一個菜餃 那接下來我們還要介紹我們的調味料 那這個是我們帶會用點香油 還有我們很棒的九枕九菜的鹽巴 還有我們的胡椒粉 還有我們的菇粉跟我們的橄欖油 就是今天為大家所介紹的材料 緊接著呢 我們還是請到我們永齊師兄 來為我們今天的美食 來做一下示範講解 各位觀眾大家好 今天為大家示範的是仙菇如意卷 仙菇如意卷 對 對 我們看永齊師兄怎麼樣來教我們 來做出這個好料理 我們現在切這些菇類 菇類 白心裡 還有這個 這是柳松菇 柳松菇一般在四秒鐘 新鮮的可以買得到 新鮮的皮包的 切成 我們切斜刀 斜刀是條就對了 對 切條 基本上是像切成片 像片啦 片條啦 對 各旁邊 各旁邊 OK 比玉筍我們切成 濕 切成出濕 出濕 比玉筍 比玉筍 它乍看之下也很像那個 蔥 蔥 代替 它的 樣子 不過我覺得它還蠻健康的 它 很有豐富的這個 維鮮素 非常不錯 切絲好了 對 那我們柳松菇是稍微波濕 波濕 這個 那如果新鮮的買不到 那就 罐頭也可以啦 罐頭也有 罐頭也有 切絲 簡單的切絲 對 紅蘿蔔也要切絲 紅蘿蔔 所以其實在料理做菜 都是在備料 讓時間稍微多一點點 對 差很快 待會我們 詠琦師兄會也跟大家一起來 分享他的 在做的過程當中的這些方法 好 謝謝 一樣是切絲 對 我們因為這是做一點顏色 所以不用切開都沒關係 所以待會這個東西都切絲之後呢 只要展現我們 詠琦師兄的手藝 對不對 對 對啊 他們平常都很酷 我說 不然因為在廚房很熱 因為他們做廚房也不容易 還滿熱的 不過這個年輕的 能夠做素食真的很好 那個好音樂 好 一樣先塞到一下鍋 熱鍋 然後熱完鍋呢 要加一點我們的好的橄欖油 這是油大概要兩匙 要多一點 對 演技廚師啊 你現在從十幾歲開始做素食 不會想去做其他涵眼 就不知道 就沒有去想過 這麼想過 你看這個人真 其實有福報 一開始就做素食了 這很好 十幾歲開始做素食 你記得我也是十幾歲就吃素食 對 其實好姻緣喔 好 炒一下 剩天香姐的 這差不多 然後接下來是碧玉筍 碧玉筍先比較後面下 這邊可以先下 把剛剛的菇還有紅蘿蔔 把它炒一下 我們加一點高湯 加一點點高湯 這個也要不能太絲 對 不能太絲 你看這個香氣 慢慢吃很好 那菇本身就有很多的甜味 所以我們就沒有加味素 炒到稍微有點收乾的時候就可以了 收乾 因為我們等一下再加一點調味料 還有調味料 就是它的那個稍微軟 軟化的感覺 對 對 就是新鮮的菇 對 所以我們電機師前面的師兄姐 就是 真的很棒 大家也能夠收看我們生命電視台 這些的好節目 那不管你是吃素多久了 或是剛學習吃素 我覺得都是一個很棒的音樂 那我們一起分享生命當中的每一個好朋友 都能夠讓他們知道 既吃素 又環保 又健康 而且 又能夠 讓這個 培養實力心 都是很棒的東西 好了嗎 我們再加一點調味料 對 調味料 先定定 所以都把它炒乾 對 這個是我們的九十幾色的鹽巴 骨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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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天然的骨粉 有多少許就好 那鹽巴那麼少過嗎 夠 對 豆皮本身有鹹度嗎 沒有 那沒有味道 我們是走比較清淡一點的 清淡一點 再加一點香油 那如果說要吃重口味的是可以 可以自己蒸 像我喜歡吃辣椒 我怎麼放一個辣椒醬 也是可以 也可以 像麻婆的那個 辣 炒到這樣就可以了 好 剛剛變用 好 變用來 接下來呢 是不是要這個 我們先燙一下青蔣菜 好 青蔣菜我準備 來 OK 合作一下 好 所以大部分它 這個青蔡都是弄燙的 它排在那個 容器的旁邊 排一排 當好看 燙好了 那可以先包嗎 可以 我們可以先包 可以先包嗎 好 那我就準備拿 今天的容器的盤子來 這盤子還不漂亮的 那今天要包什麼形狀的 長條狀的 長條狀的 這個一般在市面叫做什麼皮 我們就叫 濕的豆皮 濕的豆皮 有濕的嗎 還是乾的 這是濕的 也有乾的 也有乾的 就是買來就是濕的 好 酌亮的那個料 放在那個豆皮的中間 我來包你那個菜 好 可以選嗎 可以可以 那我破掉你不要怪我 不會 你不會罵我 啊 不管怎麼辦 已經夠了 已經夠了 好像可以耶 所以有時候全家大小 這邊這個料理做是蠻好玩的 好 那你包好了 好 我包錯了 其實沒關係 剛才詠吉師兄講 啊 就破掉一個點包而已 這個很簡單 啊那個不要丟掉了 那個皮要煮湯炒菜都可以喔 好 今天要捲幾捲 六捲就可以了 對 六捲 好 先放旁邊 對 我們可以先裝 來 我來幫你裝 這個 好 OK 我們拍對角 OK 拍對角 那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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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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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 好 那我們就準備 去蒸一下下 收起來 來 那個蒸的時間大概 如果說以你們的經驗 如果冒煙大概五至六分鐘 那一點點時間就可以了 對 因為基本上裡面的料都熟了 只要把皮再吹了而已 就是 料已經炒過了 然後這個跟皮整個在融合就可以了 好 那這樣的 就大概五到六分鐘就可以了 對 好 好的時候呢 我們是要怎麼樣 是 要淋汁還是做什麼 也是可以淋汁 就單獨這樣吃也是可以 好 好 再排起來 看起來滿漂亮的 這個就有像在板的好像 過年過節 裡面可以包自己喜歡吃的東西 百合或其他的元素都很棒 好 好 好 這樣這一道很棒的 好 這一個 料理 就沉浸在我們所有的 那個 師兄姐 那 很謝謝 我們永錫師兄 帶來 兩道 美味佳餚 那希望我們所有的師兄姐 一定要 給他試一下 那最後 我們再來回顧 今天 為大家所做的重點 下次再見 感恩 鮮菇如意捲 食材有 乾香菇 白苓菇 柳松菇 紅蘿蔔 青薑菜 芹菜 豆皮 碧玉筍 調味料有 香油 鹽 胡椒粉 鮮菇粉 橄欖油 做法 一 將白苓菇 切片 碧玉筍 紅蘿蔔切絲 柳松菇 波絲備用 二 放兩次油熱鍋 放芹菜爆香後 加入切好的菇類 紅蘿蔔等食材 加入高湯 下鍋拌炒至軟化後 加入碧玉筍 再加入少許鹽 香菇粉及香油提味 拌炒即可備用 三 青薑菜 汆燙擺盤備用 四 將耗食之豆皮攤開 包入炒好之配料 放置蒸籠 蒸5至6分鐘 取出擺盤後即可使用 三 三 當你的慈悲心啟動了 慈悲將不會停止 生生生世世 一輩子陪伴著你 和我們一起 來慈悲吧 海濤慈悲基金會 畫博賬號 50416116 50416116 海濤法師 心靈講座 海濤法師 海濤法師 心靈講座 海濤法師 海濤法師 感谢观看